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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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んにちは 美佳です 今天就来到陶太郎的故乡江山苑旅行 今次我就会将这两日一夜里面 所有的美食美景行程 全部放入这条片里面 所以大家记得看到最后啦 出发 江山苑有陶太郎故乡之称 第一站我们就来到陶太郎传说的圆形神社 急避将神社参拜 这个神社呢 相传就是这个 陶太郎传说故事的圆形 这里 侍奉那一位呢 相传就是 陶太郎的真人版 所以呢 在江山呢 这个神社呢 都是非常之有代表性的 今次我还参加了 好少见的占卜奇愿活动 名府神仕 神官为先念经祈福 来到府殿 阿珍女就会在座里面添加柴火 等府里面的水滚了 就会向蒸炉煞玄米 这个时候 如果府里面发出声音 就代表喧嚣 没有声音或者声音很刺烈的话 就代表喧嚣了 我觉得很值得来 因为刚才那个 名府神仕 都是很少地方才会有 我都没听过 然后她说 有时候呢 那个府呢 它会响的 那就是空 就是你的愿望呢 就是会落空 所以我刚才一直都很紧张 很怕它不响 然后我心里 哎呀 如果它不响怎么办 幸好它响了 所以我就会愿望成真了 离开了神社 现在呢 因为都差不多1点钟的关系呢 我们呢 就准备去吃午餐啦 我们现在去的那间餐厅呢 就叫做 アンテナ 那这间餐厅呢 应该在路由书上面 或者是 那些介绍的Vlog那里 都不会找到 因为其实是 一个江山的 在地的人 推介我们去的 这间餐厅呢 就是这间餐厅呢 我们到了啦 啊 アンテナ ここです 我现在呢 就已经坐在餐厅里面了 那因为这间店呢 其实是由大正年代的建筑物改装而成 那所以呢 一进来呢 就发现那天花板是很高 而且呢 它的木纹天花板呢 是看到一些历史的痕迹在那里 另外呢 它也用了很多彩色玻璃灯去装这间店 那所以整个欢迎期呢 都是很怀旧 很有特色的 那我呢 就点了一个呢 就是用了很多江山野菜去装的江山野菜咖喱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 之后呢 之后呢 就叫了这个 大正浪漫咖啡 因为那个虾炒饭呢 已经到了 那我就先试一下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就是江山愿民一定会的家庭料理来的 好像是 醬油黄 再拌一些茄汁 炒了个饭 然后再配一些虾在上面 好吃 那这个呢 应该是这间店的名物 那看起来很颜色 那刚刚呢 店长就教我 拌均匀了咖喱之后呢 接着就拍开这个薄餅 这个脆薄的薄餅 哎呦 我拍得太小了 拍开这个薄餅之后呢 就将咖喱放在上面 它这个咖喱难得放得这么漂亮呢 它说要好像吃 啤啤饭的 这样拌均匀才行 那我就做好了我的 米卡楼的 这个薄餅咖喱了 都可以了 嗯 这个咖喱的香味很足 但一点都不辣 果然是日本的咖喱 非常好吃 现在呢 因为是提子的季节 所以呢 它就会是提子的 那它不同季节 有不同的水果 有土 有其他物瓜 那些的 刚才呢 我就问了师傅呢 到底这些一层层 里面是 到底是放了什么 哇 真是一不问油纸可 一问 真是令到你双眼冰冰发光 最底这一层呢 是粟米片 跟着有三纪念 跟着有蜜金 跟着有菠萝蜜瓜 跟着有水果 超丰富的 那我就快点试一下 趁它溶着前 吃饭 我真的觉得昨天只睡了一个小时 你这里 是值得的 吃完午餐 探完咖啡 那我现在呢 大家看到我 好像在这个山里走着 我现在呢 其实就是去坐这个 江山玉川游浪船 哇 看看我的风景很漂亮 超漂亮啊 上面这个本身呢 是这个 这个 是这个 是江山城 但因为呢 它现在是 公市中 所以呢 就是变成现在这个 其实也没有说不好看 我觉得是不同的感觉 其实挺特别的 沟城水游船 在今年三月底 才正式开幕 非常之新 我也是第一次坐的 快点快乐 出发 这个船程 就大约是30分钟左右 然后现在呢 是很温暖 而且有些凉风吹过来 其实真的很舒服 好爽啊 下一站我就来到 日本三大名园之一 有300年历史的江山后乐园 这里非常开阳 宽敞 总面积足足有13公顷 在这么漂亮的庭园里面 真的好写意的 我刚刚就走上来 这个大概是六米高左右的观景台 叫做维心山 哇 真的一上到来 整个后乐园 本身是一个2D的后乐园 立即变成了一个3D超立体 环门立体的超级美的公园 很漂亮 这里是 就是你这样拍照的话 是困不住它的美丽 你真的要在这里亲身感受 才感受到它这个一望望望 这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大家都要来这里 后乐园 吃晚餐了 我们 这间一人鍋 可以说是日本比较少见的一人火锅店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 选择shapu shapu 或者受起销 重点就是 可以吃到日本高级和牛 一进来就看到 原来自家种了 这么大盆香饮提子 然后他说 这里的甜品就是香饮提子 就是在这里摘来做甜品 大家看看 掌掌 话说我刚刚叫了这个 高级的黑毛和牛 食べ比较酷 这一块就是江山本地很出名的千屋牛 应该是江山原民一定会吃的和牛 这一块就是六二岛的黑毛和牛 沙朗牛扒 但是店长就说 原来拿沙朗牛扒去shapu shapu 它会有些油分 掉 油会逼出后 吃下去会很清爽 现在店长就准备去切牛肉给我 江山原的名牌黑毛和牛千屋牛 可以说是和牛始祖之一 听说三大和牛 松板牛 近江牛 神乌牛 全部都是起源于千屋牛 非常厉害 食物都齐齐了 现在我准备放在锅里 这个是 首先试试这个六二岛的牛 牛放进去 它是超薄的 好像已经溶了 我这样 我不想吃那么熟 所以我决定骂起它 好吃 嘿嘿 因为它不会很腻的 它很香软 很好吃 我喜欢它的汤 不是很浓 不是很甜 反而肉味更加突出 不会被汤抢了 我想算是我人生吃过最好吃的 其中一次 超好吃的 我现在试试江山必食的千屋牛 即是江山的和牛中的名品 就是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脂肪 沙漏牛排是一粒粒的 它这个是一条条的 斜纹 好 吃着 这个比我感觉像是在吃肉 比较有弹性 不会像刚才那样 不在吃棉花糖 不在吃空气 如果喜欢一些实在口感的朋友 应该会喜欢这个多一点 吃饱饱 现在呢 就回到酒店了 结束了我今天第一天的行程 明天再见 拜拜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今天的第一个行程 就是 我来到一个果园 叫做 吃完果树 叫做 丸掌 怎么叫丸掌 他带我们去 看可以摘提子的地方 现在面前呢 就有四种不同种类的提子 他呢 就说叫我们 试试一下 这个就是给我试试的 然后呢 就可以 试试完之后呢 就去摘了 我觉得这个卡车 真是这个摘提子的体验里面 其中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好像在踏这件事 其实这么好搞笑 我们呢 现在就下车 去到这个香印提子园 这个很大的 不同品种提子 分开中 那我们现在就来个香印这些 香印提子 是最受欢迎的提子品种 全部都大大粒 成粒绿宝石 吃下去又香又甜又多汁 值得提的是 这个农员采用 减农药与酸菌栽培提子 好讲究的 哎 太漂亮了 抽提子音乐 要给它打卡 哇 大家看到我已经准备好工具 就是呢 我现在准备摘这个香印提子 那摘其实呢 因为提子是很重的 所以呢 我要这样扭起它 咦 这样扭起它 然后 我剪了 那便剪了 那便剪了 抽香印提子出来了 那便剪了 一粒粒超饱满 这个提子音乐挺好的 刚刚呢 就摘了这个香印提子 那现在呢 我们就准备下山去摘桃太郎提子 刚才上山呢 就车会摇摇摇摇 所以就要坐定定 但是下山呢 就可以这样站在这里 捉住这个 然后就 这样 那我现在就期待下山摘桃太郎 好啊 哇 这里超多提子 而且呢 因为它们很矮 所以它跟你超靠近 是因为提子天国 哇 桃太郎提子 和香印提子价格相当 是江山很出名的提子品种 因为它的形状 好像一个土 所以就叫做桃太郎 哈 大家看到我又准备好剪刀 就知道我准备摘了 那我现在就准备摘这一抽 因为呢 它看上去是最均勻 每一粒都差不多大小 然后又很大抽 而且是超绵密的 原来是没有洞的 那我就摘了 摘完提子 我们就出发去摘梨了 我面前这个呢 就是超巨型的黄秋梨 那我就试试摘了它 摘了它 摘的时候呢 就将它的屁股 这样向上咬 这样就摘了下来了 那因为呢 那些梨呢 是包住了 所以它摘了下来 之后呢 才可以见到它的真身 那我现在就打开去看看吧 哇 刚刚我摘的时候呢 农园的工作人员呢 就投稿说 觉得这个梨不是很大 但其实已经大到这样了 已经大到这样了 好夸张啊 我面前这个这么巨型的呢 叫做 大家看到 那么大 那这个梨呢 它们很多时候呢 都是用来送礼的时候 用的 夏天和冬天的时候呢 对于常常关照你的人呢 就会送这些梨过去做礼物的了 那我现在就摘下来 试试 它呢 真的很大 但是呢 我要这样摔索它 然后 摘下来之后 我才发现它是整个南瓜 那么大 日本的南瓜仔 就是这个尺寸 太夸张了 那么大 那这个呢 就是黄秋里 这个呢 就是阿德哥 我刚才以为这个已经超级大了 想不到 竟然来了个南瓜尺寸 太夸张了 大家看看 大家看看我的收获 是有这么多 这里有几公斤重 那我呢 就终于都摘完所有的水果了 那现在呢 就准备出发去下一站了 那这些这么正的江山水果 都いただきます 离开石原果树园之后 我们就去了江山市中央批发市场 福福福通商店街 吃饭和买东西 我们现在呢 就来到吃下午饭的地方 那这里呢 就叫做大明昂 那是一个吃鱼山饭 新鲜刺身的地方 那我们就进去看看吧 那我们刚刚呢就看了个菜单 大家呢 是完全不需要担心 不懂得叫的 因为是写了中文在这里 非常之容易明白 那我就叫了这个 这个呢 这个呢 是高级海鲜大碗饭 那看到它是超高级的 有拖萝和海胆 那样 那另外呢 就叫了一个 这个超高级压壽司 就是一个壽司评款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我的特上海鲜丼呢 就到了 有三块超巨型的吞拿鱼拖萝 那边 unda 有一个蟹钳 有很多三文鱼籽和海胆 有 很大些虾 然后有扫子子 亦有很多 是很丰富很丰富的海鲜 試一下這個拖羅 超大塊的拖羅 可以的嗎? 壽司和海鮮湯的豉油是不同的 這個就是海鮮湯的豉油 沒辦法一口吃完 非常鮮甜 好好吃 我們就來試一下這個蟹茄 這個肉是厚實的 吃這個我沒想到義太 太好吃了 試完海鮮湯就試一下壽司拼盤 這個蟹腳連蟹膏壽司很吸引 開動 好吃 好吃 這個蟹壽司超好吃 吃完之後就可以去買東西消化一下 這間商店街賣的江山水果很划算 而且很多都有盒裝 買完直接帶上飛機都沒問題 這個一盒有三種不同的蟹籽 還有香印 這樣才4000日圓 這樣很划算 雖然剛剛吃完蟹籽又吃完海鮮湯 已經飽得不得了 但是因為這間 松屋五五 是一間賣這種牛肉可樂餅 非常之有名的店 其實是大排長龍 所以我也忍不住要先試一個 裡面大家可以看到 全部都是賣燒肉的地方 不同部位用來燒肉的生的肉 都可以在這裡買到 大家有興趣可以來看看 開動吧 這個蟹籽有點黏 而且它的牛肉是用千屋牛去做的 昨天我們吃了日本江山非常有名的和牛 所以它的牛肉是油脂香和口感都非常上等 很好 好吃 大量招財貓出沒注意 貓奴一定會愛惜這間招財貓美術館 我就是其中之一 看看這隊蠔波波整個整個神社 招財貓神社 有兩隻超巨型的招財貓 白色這一隻就是開運招財貓 黑色的就是除魔招財貓 它就可以在這裡 看見 好 剛剛上來熱樂這裡 大家看看 全部都是招財貓 這邊是黑色的 這邊基本上是白色的 但中間有一隻是黑色的 然後最中間是有一隻開運招財貓 聽說跟這隻貓放在同一個姿勢 就會有好事發生 我都試試放回我一樣姿勢 參觀完之後 就可以去隔離別館 它製讀一無二的招財貓 將這幅氣帶回家 現在開始畫這個招財貓 它是有三空間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 我單哥這樣很可愛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 首先我想畫了 那隻貓貓的耳朵部分 先用白色和粉紅色開 不知道多久沒有畫過畫 這樣畫不同的顏色 是有不同的意思的 例如我想開金紋的 就有金色 或者你想戀愛的就有粉紅色 這樣就參考那個顏色的意思去畫 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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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這樣的 因為是 在江山上做了一個 桃太郎貓貓貓 嘟嘟 嘟嘟 嘟 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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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會在葉上的尾巴 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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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一個 戀愛運 又是一個 健康運 又是一個 金運 又是一個 金運 在這裡煮一晚也不錯 這次我們就在大堂裡的餐廳 享受香韌蹄子Buffet 哇 這個Buffet設計感十足 打卡一流 那我就 吃蹄子 雖然今天已經吃了很多香韌蹄子 但仍然還沒味道 仍然很好吃 這個白朱古力簡直是一個藝術品 這個應該就是香韌蹄子的沙冰 試一下 嗯 酸酸的 我覺得還好 不會死甜 會很美 兩天一夜 這麼快就完 真的一點都不夠厚 有機會的話 你真的想去多幾個地方 玩多幾天 這次的影片就來到尾聲了 如果你們都喜歡這影片的話 歡迎按讚 留言 分享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按讚我的Paste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陸高山 拜拜